杨幂光脚丫拍美照,穿一身白温柔又甜美,单宽裤腿仍彰显出气场。 可甜美,可妩媚,可洒爽,女性就该是多样的。 单一的穿搭风格不止自己会丧失心鲜感,就连身边的人都会产生逆反感。 因此,适当地转换自己的穿搭风格。 也应该列入我们的计划当中,在时尚界有着多种多样的单品和穿搭风格。 每一种所诠释出来的高级和魅力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。 在这其中,温柔穿搭自带柔和滤镜,就很适合我们当下穿着。 杨幂作为史上潮人,她的穿搭风格和造型向来都是百变的。 并且多种风格都能轻松地驾驭,那么,此次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套装。 还加入了黑色蝴蝶节作为点缀,显得温柔,甜静又不湿女人味。 隐隐约约中还存在一丝下爽感,杨幂光脚丫拍美照。 穿一身白温柔又甜美,单宽裤腿仍彰显出气场。 这样的造型轻爽简约却很好地抓住了人们的视线,很值得我们学习。 那这篇文章就以杨幂的温柔穿搭为主,先来分析一下如何营造。 如何营造出温柔穿搭? 温柔,是在视觉上的温柔,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柔和。 这样的温柔气质和穿搭造型,是十分吸引人的。 温柔的穿搭在视觉上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,妄图利用视觉刺激感较强的红色。 荧光色等颜色作为服装的配色,只会适得其反。 让造型出现偏离初衷,显得极具攻击性和刺激感。 因此,我们应该避免选择攻击性强的配色。 可以选择自带柔和绿镜的白色、米白色、浅蓝色等马卡龙色系。 都能有效地凸显出女性优雅、大气和温柔的一面。 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邻家大姐姐的济世感。 在营造出温柔创达的过程中,服装的材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。 若是服装材质廉价且粗糙,不仅上身的效果差,舒适度不高。 还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女性的高级感和温柔气息。 因此,建议选择垂坠感流畅。 材质舒适的服装,以此来体现出温柔的氛围感。 还在无形中提升了个人的气质,凸显出高级范儿。 温柔穿搭具有牛、软等特性,因此在营造出温柔穿搭的时候,我们可以多多选择经典款当品。 以此来营造出平和印象,从硬朗到柔软的变化。 就是温柔感的体现。 那么,我们远离花烧、繁杂等单品。 多选择经典单品,就可以有效地打造出温柔、舒缓的氛围感。 使得女人味和风情得以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。 这次杨密切换成温柔模式,光脚丫穿一身白拍照,看着时髦又淘气。 款式是风格的命门,挑选得当就能很好地营造出温柔感。 选择一件中长款的G须。 在外面搭配上编织款式的宽腰带,将纤细腰枝和高腰线勾勒出来。 在简约中又不失高级感,外面搭配上同等长度的针织开衫。 显得温柔又时尚,就连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。 想要营造出温柔串搭,就需要选择具有暖感的服装相互搭配,使得柔和、舒缓等氛围感得以烘托。 就像是这件中长款的毛衣搭配上短款的夏装。 温柔又具有一定暖意的毛衣垫定下了温柔的基调。 配上白色的丝袜,更是将温柔气息全式的淋漓尽致。 以米白色作为配色的纯色连衣裙,简单又清爽。 可以轻松地将温柔气息展现出来。 这款纯色连衣裙配色柔和、吹坠感强。 设计简约,没有多余的元素点缀和攻击性强的配色。 能将女性最为纯粹的高级感和温柔女人味展现出来。 这样的服装简单却高级,很适合亲属女性穿着。 好啦,本期的温柔穿搭就分享到这里啦,你喜欢该风格的穿搭吗? 文字原创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我们删除,谢谢。 单一的穿搭风格不止自己会嗓尸新鲜感,就连身边的人都会产生逆反感。 因此,适当地转换自己的穿搭风格。 也应该列入我们的计划当中,在时尚界有着多种多样的单品和穿搭风格。 每一种所诠释出来的高级和魅力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。 在这其中, 温柔穿搭自带柔和滤镜,就很适合我们当下穿着。 杨米作为史上朝人,她的穿搭风格和造型向来都是百变的。 并且多种风格都能轻松地驾驭,那么,此次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套装。 还加入了黑色蝴蝶节作为点缀,显得温柔,甜静又不失女人味。 隐隐约约中还存在一丝下爽感,杨米光脚丫拍美照。 穿一身白温柔又甜美,单宽裤腿仍彰显出气场。 这样的造型轻爽简约却很好地抓住了人们的视线,很值得我们学习。 那这篇文章就以杨米的温柔穿搭为主,先来分析一下如何营造。 如何营造出温柔穿搭? 温柔,是在视觉上的温柔,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柔和。 这样的温柔气质和穿搭造型,是十分吸引人的。 温柔的穿搭在视觉上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,妄图利用视觉刺激感较强的红色。 荧光色等颜色作为服装的配色,只会适得其反。 让造型出现偏离初衷,显得极具攻击性和刺激感。 因此,我们应该避免选择攻击性强的配色。 可以选择自带柔和缕镜的白色、米白色、浅蓝色等马卡龙色系。 都能有效地凸显出女性优雅、大气和温柔的一面。 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邻家大姐姐的济世感。 在营造出温柔穿搭的过程中,服装的材质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。 若是服装材质廉价且粗糙,不仅上身的效果差,舒适度不高。 还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女性的高级感和温柔气息。 因此,建议选择垂坠感流畅。 材质舒适的服装,以此来体现出温柔的氛围感。 还在无形中提升了个人的气质,凸显出高级范儿。 温柔穿搭具有牛、软等特性,因此在营造出温柔穿搭的时候,我们可以多多选择经典款单品。 以此来营造出平和印象,从硬朗到柔软的变化。 就是温柔感的体现。 那么,我们远离花烧、繁杂等单品。 多选择经典单品,就可以有效地打造出温柔、舒缓的氛围感。 使得女人味和风情得以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。 这次杨密切换成温柔模式,光脚丫穿一身白拍照,看着时髦又淘气。 款式是风格的命门,挑选得当就能很好地营造出温柔感。 选择一件中长款的积蓄。 在外面搭配上编织款式的宽腰带,将纤细腰枝和高腰线勾勒出来。 在简约中又不失高级感,外面搭配上同等长度的针织开衫。 显得温柔又时尚,就连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。 想要营造出温柔串搭,就需要选择具有暖感的服装相互搭配,使得柔格、舒缓等氛围感得以烘托。 就像是这件中长款的毛衣搭配上短款的下装。 温柔又具有一定暖意的毛衣垫定下了温柔的基调。 配上白色的丝袜,更是将温柔气息全式的淋漓尽致。 以米白色作为配色的纯色连衣裙,简单又清爽。 可以轻松地将温柔气息展现出来。 这款纯色连衣裙配色柔格,垂坠感强。 设计简约,没有多余的元素点缀和攻击性强的配色。 能将女性最为纯粹的高级感和温柔女人味展现出来。 这样的服装简单却高级,很适合亲属女性穿着。 好了,本期的温柔穿搭就分享到这里了,你喜欢该风格的穿搭吗? 文字原创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我们删除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